為什麼他們各自申請的日本都解決了 台灣不能夠解決 你要問中國為什麼對台灣這麼不公平 那你為什麼不問中國 要我去問中國 什麼時候去問對岸協助 所以今天的民意代表 除了反應 民意之外 還要去做你政府該做的事情 這個就是我的資訊從來沒有不正確 我的資訊從來都是從來剛出來的 我的資訊還從你自己的臉書出來的 我要請教的是農委會陳主委 在您的臉書上面貼出來的 日本跟台灣的比較 我們從您的貼圖上面看到了 從2021年到2022年 它的曲線圖顯示出來 日本的政府它對於淡價的部分 這是你自己的圖是控制的 但是從台灣的部分 它反而是直線上升的 這個是不是正好的 就是呼應了民間講 淡價的居高不下 農委會只會裝飾 是不是 完全不是 完全不是 因為是飼料成本上漲超過四成 讓農民的誘因大幅度減少 自己的圖形出來 我第二問題請教 你把這個圖貼出來 我看了之後呢 民間看了之後也很心痛 為什麼呢 按照你的圖上面講 日本呢 是它的總消費89.1萬 台灣的食物的 日本的食物支出24萬 台灣呢 總消費81萬 可是食物支出呢 12.8萬 這個東西呢 當你在解釋說台灣比日本好的時候 你有沒想過按照這個比例 是我們台灣的人民是 勒緊褲帶過日子 是不是這樣子 其實完全不是 委員如果看主席總處的飲食消費支出 每個家計部門就是十幾萬的消費支出 把所有的東西當政府單位布圍 最後面的結果讓蛋農讓消費者承擔 你認為對他們公平嗎 公不公平 我們一直再次的強調 我一定要讓蛋農有利潤可言 那不是嘴巴講啊 不是話術治國 而且我們行動 具體行動 你的具體的行動出來 是我們看到剛才你自己在臉書上面的貼線圖 那我要再提到一點就是說 為什麼我講說 老是外國能 台灣不能 我們看一下 這一次提到的就是說 我們被禁的這個產品 2019年1月 對不起 2019年11月的時候 WTO就通告了 農委會有收到還是沒有收到 我們是在2019年11月26號的時候 就收到了 我們一個 有沒有收到 剛才主席才是針對委員的問題回答 有沒有收到WTO的通告 主管機關不在 有沒有收到WTO通告 有還是沒有 這不是農委會權責 我們不知道 所以是經濟部收到 經濟部次長麻煩上來 經濟部收到通告 沒有告訴農委會 重點是在隔兩個月在WTO的TPT 立刻提出 我為什麼問這個問題 我為什麼問這個問題 很簡單 墨西哥啊 他在2020年的時候 3月的時候呢 他就提出來對WTO 我提出來的資料 全部都是有國際的一個依據的 他提出來資料之後 他就開始詢問了這些的東西 這一些的consultation的 段落呢 到2019年的12月 第一個我們講 這個階段 當你知道的時候 你不為 好 第二個呢 我要請教的 剛才主席才是 你不要跟我講話 剛才主席才是要我們自愛 你也要自愛喔 我現在請問的就是說 日本 委員的資訊不正確 我要回答 否則這會造成困擾 我前面的資訊 就是你自己的臉書 這個WTO的data 是從WTO來的 所以我第二個問題呢 我們2020年的2月 再來就是TVT 就提出了貿易關鍵 你如果不尊重本會的規定的話 那很抱歉 我時間我也沒辦法 委員你不覺得 我應該把事實真相講嗎 等到你有時間的時候 我會讓你講啊 對不對 你在臉書上面 你也自己貼啊 不是這樣子嗎 好我要請教你 日本的農林水產 他開設了專區 他成 他一步一步的展示 他的流程 他的表格 輔導業者申請 為什麼日本可以 台灣不行 我請問你 這個就是問題所在 委員你知道我們有 我們有開專區嗎 委員你知道我們有 我們有開專區耶 我們有專人服務 我們還專線 打電話 那為什麼他們各自申請的 日本都解決了 台灣不能夠解決 你要問中國 為什麼對台灣 這麼不公平 那你為什麼不問中國 要我去問中國 我們問中國 什麼時候去問對愛學生的變成 所以今天的民意代表 除了反應民意之外 還要去做你政府該做的事情 是因為委員的資訊不正確 這個就是 我們問了中國 從來沒有不正確 中國不通知我們 我的資訊從來都是從文章出來的 不合格也不告訴我們 我的資訊 還從你自己的臉書出來的 我還跟委員報告 我們專線專區服務 而且第時間 別人訂了一個時間 你不遵守那個時間 好 我再要提出來了一個 2022月在WTO 就提出關係 要實驗再停一下 這個主委委員在問 你在這樣子 你是想要怎麼 委員還沒講完話 你就在那邊搶答什麼東西啊 我跟主席報告 因為他有問了這些議題 而且資訊跟原來事實不正確 我有必要第一時間講清楚 怎麼會不是正確呢 所有東西是從WTO官網出來的啊 那你不正確 你去跟WTO申訴啊 好 我們就問你 你跟WTO申訴的內容 我現在貼出來的 WTO申訴的內容呢 我們查到的是像 加拿大 歐盟 印度 印尼 跟美國 我們在WTO申訴 你申訴在哪裡呢 WTO不結束你的申訴嗎 那為什麼官網上面不貼出來呢 謝謝委員太好了 好 這個就是 外界說政府都不做事 我現在回答 總共九次 從2020年的2月開始 中國在201911月 那你應該要去跟WTO講說 他的官網出來的資訊不正確啊 你應該去抱怨啊 不是這樣子嗎 我不知道委員找的資訊 跟我們的資訊是不是一致 我們就是在WTO裡面提出 我為什麼要配合你的資訊呢 我的資訊是公開網站上面找的資訊啊 那我講的也是代表證如 和你的大內宣 我沒有沒有大內宣 我們看到所有的情形呢 是外國做了 你不做 我們做了九次 委員你講 剛剛不對了 我們為什麼沒有做 我們做了九次 不要講話了 這樣子啊 剛才李委員問了所有的問題 今天下班以前 通通書面回答 好不好 針對問題 針對問題 剛才李委員問了所有的問題 你今天下班以後 今天下班以後 在結束之前 通通書面回答 好 謝謝 真的問題 各位請回 各位請回 好 請教一下柯市長怎麼看說 這個抗中保台 民進黨會不會玩到2024 然後另外這個 蘇葵沒有開放小三通 是不是 他說大陸是為了要搶要 你怎麼看這樣的事情 還有數位部說要進抖音 那但是有民進黨立委 他們卻是自己在玩抖音 可是公務員卻不能夠來玩 你怎麼看 以及說這個產品有被大陸禁止 那政府說是因為人家要配方 就是佳德鳳梨蘇這件事情 因為人家要配方這個事情 然後以及最後這個金樓不肯交接 就是到底交接 需不需要手掌的這個頭對頭交接 謝謝 謝謝 你兩個禮拜要再問好了 我跟你講 這個這樣 你說抗中保台會不會到2025 我認為會到天房地老 還是還有一點 如果要這個停那個停 我是建議蔡董董 一個把直接停掉比較快 把200萬的台商全部撤回來 就比較快 徹底的 我們要以共會發強結線 這樣做會比較 比較完全